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能有一个空间给我使用 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收入一直都不是很稳定 我也有跟其他老师有合作这样 最后决定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服务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些跟原本的店家不太一样的理念 比如说我们是会员卡 我们只要买一张800块的会员卡 他整年回来消费都是可以九折 不想要让很多顾客要拿出很多的费用做出值 但是原本的店家是有出值的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上的一些沟通 对 那我不想要就是造成别人的麻烦 那还有就是想要创造自己的一个品牌理念 那你在别人的位置里面可能没有办法独立出来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好 我还是要出来独立自己的品牌这样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挑战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一开始创业人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收入跟客员 我的收入非常少 我有持续大概两年多还是两年时间 几乎每个月收入都是一万多块 天哪 真的是熬过来耶 吃什么都很省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有没有就是做什么样的突破或者是转变 就是在开发客员这一块 我花了蛮多时间跟费用去学习 而且我是属于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就是我有提升我个人的能力 比如说我去上一些心灵成长课程 我把我自己的整个状态是调整好的 那自己是属于比较热情啊 然后比较活泼啊 就是有比较有生命力的那一种 可能原本的早期会稍微有一点点小负面 对那透过学习还有商业的一些课程 就是各种比如说什么跟顾客做沟通 那我要怎么去找顾客 然后还有很多宣传行销上面的一些学习都有 就是各方面都有去尝试做学习 只要是可以提升就是我们的店 我都会愿意去 哇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不停的在一个增进的一个过程中 就发现问题然后你会及时的去学习 或者是调整还有改变 对没错 嗯很棒 那接下来想问板娘就是关于我们的艺术庄园的经营理念有哪些呢 经营理念的话我最主要就是会想要做一个比较细致性的 我们就是讲究沟通 然后细致 我们会需要了解顾客他的需求 比如说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模式 然后包含他的个性 他整个人的状态 去打造属于他的职采 那我们还有结合了就是个人色彩鉴定 就是他适合什么颜色 然后包含他个人整体的魅力 去把它做调整 这样才不会说今天他如果说他适合比较秀气的东西 但是他硬要做个性风 他会认为这个是他喜欢就是适合他 但是可能发现他手上会觉得 哇跟这个人看起来很突兀 对就是想要打造属于他个人的魅力 嗯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你还有在去进修就是色彩鉴定这一块 对真的形象 因为这样才可以在帮助顾客给他建议 就是选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就是达到他最好的一个魅力 嗯很棒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指甲艺术庄园啊 还有哪些服务内容呢 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服务内容蛮多的 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凝胶造型啊 还有手足深层保养 还有指甲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些足部会痛 砍甲弯曲 他去做改善跟调整 那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手足保养 会有一些顾客很喜欢的 像是我们会使用dipty啊 还有就是精油认证精油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花比较高的成分 然后客人来就是服务的时候 可以去享受整个环境的氛围这样 还有产品的他整个的优势这样 嗯我觉得很棒耶 你们真的很用心 用了这种高级的产品在 然后其实那个精油呢 你们也是选择就是有认证合格的 我觉得你们就是打造一个五星级 享受的一个SPA馆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精油按摩是 特别有去找那种复诊 就是有做复健整副的老师 去学习怎么按可以让客人的腿 就是可以排睡 让他比较瘦 然后整个放松好睡 好用心啊 就是独家的手法 就每一位客户走进来我们的 指甲艺术庄园 然后呢都是可以变得漂漂亮亮 然后就是心情很开心 然后又变得很漂亮的出去这样 对没错 哇 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 板娘就是关于品牌的未来短中长期规划 有哪些呢 短中长期呢就是在于短期 但就是希望可以招募到更多的伙伴 至少要两三位伙伴嘛 那还有中期的部分就是扩展店面 那店面变得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们目前的店面算是比较小 是 但是一直是想要扩大的 但是原本的店面当然也是会想要保留做继续做其他 可能会开分店之类的 哦 是 对 因为我们那个点 那客人我们都很喜欢 那还有就是最长期就是扩大嘛 就至少要三间分店 那想要打造就是大家来这边工作啊 然后全部的人他都是可以合作 然后共同的努力互相包容一起去创造业绩 然后每一位职员 不管他是店长还是他是美甲师 他都可以拿到他应有的分红 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就是 用心在经营团队这一块 对 不是每个人他就是照往 以往的就是美甲的那种传统的方式去合作 就是你更大的就是放宽 这个包容度 然后就是让每一位都可以拿到分红 对 因为我会希望说大家出来工作 都是想要有更好的收入 想要有更好的发展 对 那当然来这边一定是可以学习到技术啊色彩啊都可以学习到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会希望说他们也可以不用拿钱出来开店 那他们在店里面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所长 对 就包含如果说今天你在里面做酒你想要就是成为主管 你想要开店 OK 我可以开一间分店那你去管 你不用付任何的钱 那你一样可以有拿到管理的费用你的薪水还有你的分红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因为大家在合作的时候会最愉快 那也会做得比较开心 是 我觉得也是替他们在就是去着想这一块 对 其实踏出来创业真的很不容易 也有很多的风险等等的 我看过很多都半年就收了 对啊 我觉得是很棒就是未来可以打造更多这种团队 然后大家一起共同的去创造还有一起去成长 是 那接下来想问伴娘就是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或创业者想踏入在这个美业里面 你有没有给他们哪些建议 我觉得就是不要一股脑子想着要充斥要创业 然后我很快就可以赚到钱了 然后可能很快看不到成果他就收了 我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一开始 好快啊 整个圈数 有很多真的就是做不到半年 他可能没有钱了 他只能收了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就是要把你的资金规划就是先列出来 你创业基金 走转金 你至少要撑几个月 如果你长期半年你收入都是很低你要怎么过生活 这都是要 他就是一定要学习 很多人他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就是 他可能在工作职场上他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今天很有能力的时候 你当主管或许收入也是不错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公司的问题你想要离开 那很多人因为这样创业他会认为他的能力上好像准备好 他就做了 可是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学习 所以他连基本的怎么宣传 行销 怎么找客人他都不知道 对 虽然有可能前面的半年都有可能都是亏损 嗯 对 一间店最正常来说比较稳定 可能都至少两三年是最稳定的 对 那一定要透过学习 不管你是学怎么去接待客人 沟通也好 你也可以上一些针对人性的一些课程嘛 你要怎么去跟顾客可以更好 把顾客当朋友 有的人他可能本身他都不想跟人家讲话 是 但是你这样创业你要怎么去让你的客人喜欢你 对啊 而且你又是在做服务业这一块 对 一定要让客人喜欢你 我们不用去讨好客人 但是你要真心对客人 客人就会把你当朋友 对 他甚至会照顾你 是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做长短 就短中长的一些规划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都要把它列出来 做得越细 公司一定会做得越大 嗯 是 我觉得是很棒的建议 给到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创业者 一个大大的一个鼓励 还有就是很用心的一个建议 对 那我相信呢 未来呢 可以看到更多的分店 可以看到你 看到你们 谢谢 然后也是希望说 他们在创业过程中 我们不要那么快放弃 因为一定会有客人不喜欢你 有客人喜欢你 那我就把心思就放在喜欢你的人身上 用心对待 原本会跟着你的客人 那有些新的客人 或者是他可能来几次就不来 我觉得我们只要检讨自己的技术 跟整个环境就好 不要纠结在那些 而不开心的情绪里面 是 就是 其他的生意我们不需要放大 就是 好好的在服务 就是现有的这些客人 然后再去提升自己 增进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对 要对自己 就相信自己的 就是对自己要有自信 然后相信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放大你的能力 然后当然我们就去改善 我们自己的技术上的缺点就好 每个人都有他的个人魅力 对 我觉得很棒的建议 然后更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对 然后也是需要坚持下去这份事业啦 对 不需要就是 轻易的放弃 对 很重要 尤其是宣传 他每天要持续不能停 对 先宣传这一块 对啊 不能一忙 然后我好累 我很忙 我生意很好 我就不宣传了 很快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 宣传这一块 我们还是要 每天保持着持续曝光 持续曝光 你宣传的量越大 你会发现 你会有很多的 询问跟预约 但是你很忙的时候 你只po作品 然后甚至po很少 你会发现 好像来问我的人 好像变少了 好像打电话询问的人 好像偏少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 亲身经历过 那我们去 透过去学习的时候 当然 讲师啊 那顾问呢 他也是都会这样讲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乐于分享 这些很棒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邀请你来分享 你的创业故事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